有一位人妻发文说 她的老公远赴中国去工作 每个月都会 台币40万到60万回家 多不多 好多 管你去做什么 每个月 好多 这个新闻可不可以先请国务营跟大家说 赵哥我先讲一下 40万到60万是一个什么样价码在台湾 是一个上市贵公司协理的角色 一个月也才领不过50万 她一个月最高可以拿60万 这个新闻真的是蛮特别特别的新闻 是是 她本来是一对夫妻 人家说贫贱夫妻百事 两年了没有工作 结果这先生平常要为了要养家 只能打零工做清洁工 跟着夫妻这样子 两个人赚一个月多少 5万块钱 一个月才赚到5万块钱 这付房贷小孩子的学费 他们还有一个小孩 那你想想看这钱怎么够用 当然不够用 突然有一天 他的先生跟太太讲说 我告诉你 我要花啦 有人把我交 说买去台湾啦 一个月最早可以让你30万 做什么 官吏小姐 就是酒店的小姐 我就是管他们每天 有没有上班 有没有签到 有没有上房 这些事情做完了以后 我每个月就30万给你 然后呢 我一定会把赚的钱 全部都拿回来给你 而且我为了保证 我说真的 他这个伎俩 真的是太迅了 因为我也说过 一模一样的话 第一个 我也去大陆过嘛 第一个 我绝对不会在大陆 养小三 我说过 然后呢 每个月定期汇款 接下来 有朋友老板同行陪伴 我那时候去大陆 打拼的时候 也是啊 我弟弟跟着我回去 我老婆就说 哇 我有我弟弟 亲弟弟耶 跟着我回去 奉心啊 两个人互相监视 然后呢 他就说 那好吧 然后结果呢 他老公就真的去了 去了以后呢 一开始 第一个月没有薪水 第二个月开始 哎呦 先汇20万 再汇40万 最高的时候汇到60万 说真的啦 曾大哥 钱放在你头前 你看到这么多钱 60万呢 你会心动没有 我老公怎么这么厉害了 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对 他又下去了 他一直在后面背后支持他 因为他老公在那边清洁溜溜 对 结果 结果 事情哦 没有送百般顺遂 真的没有送百般的顺遂 有一天 他老婆突然间 叹叹叹 手机响了 一看这个影片 哎呦我的妈呀 为什么 是一个爱情文艺动作片 爱情文艺动作片 对对爱情文艺动作片嘛 我要谈感情 然后最后有动作嘛 结果一看 哎呦这个人哦 不但有戴口罩 而且声音还叫 哎呦我好爱你哦 故意拉高的声音 对 但是我说真的哦 一夜夫妻百日恩啊 百年修得什么 同传度嘛 对不对 一定对他的老公太熟悉了 这不就是我老公吗 虽然气笑 女人的理智线 当场一定就崩断了啦 黄医师对不对 一定就崩断了 崩断了以后呢 一定有打到好讯会 他说 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跟我说 你够会拿这么多人 你到底在那里做什么 怎么会拍这种 爱情文艺动作片啊 结果他才坦白说 好没法做 我最后去的时候 为了金钱的压迫 我真的是去当这个 爱情文艺动作片的男主角 然后每天呢 他真的有没有去酒店 有啊 他没有骗他老婆 他去酒店兼当经纪人 然后还要再去找 酒店里面的妹说 我觉得你长得真的很漂亮 你要不要这样子 我给你钱 你跟我来拍 爱情文艺动作片 你就可以拿到多少钱 张大哥我告诉你 这个绝对是事实 因为我在大陆 曾经看过现场 要砸小姐 要砸小姐 怎么砸 大陆人讲一刀一刀一刀 一刀是什么意思 一本人民币一万块钱 叫一刀 刚好有这个子坤起来 就是一刀 去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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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 再把 大陆又喜欢拿那个 那个假背包 再拿出来 去不去 用勤砸 对 砸到不行了之后呢 妈咪还要冲进来 他砸哪里 就砸他身上啊 去不去去不去 然后还咬咬咬咬咬 妈咪还冲进来 用这样子咬咬咬咬 对 一本就对了 我赐好你啊 你还歪去 他大陆是讲 那个中文 就是普通话这样说 我钱给你 你刷什么叉叉啊 装什么 你装什么 然后 就这样子 最后你的 没办法 钱那么多 然后又是农村出来的 哭着脸 他说好我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 所以你说他 他拍又可以拿那么多钱 那郭远这个大哥怎么知道 他可以当A片的演员 就简单了 郑大哥你绝对没有这种经验 对 什么叫没有这种经验 对对对 你真的不知道 等一下我再讲一下我的经历 好 要按电影嘛 电笑意外一段 我跟你讲很简单 要面试男主角 只要带男主角去一个地方 我们来洗三文卵 对 知道吗 对 第一个 我们三文卵进去一定是 躺了了嘛 你主席 你有什么空 你有什么突起雾 有什么翘什么印 有没有六块鸡 一次就看完了 然后时间的三文卵 大概有九间 都有不正常的背后交易 对 很简单 自己做了之后 我把那个小姐叫过来 他说刚才那个男人 功夫好不好 大陆人讲活好嘛 活好 活好不好 生活的活 活好不好 就是他的能力好不好 能力好 哦 那他就基本上就有心理有底了 那接下来就只剩下 数字的问题 对 就是这么简单 好 好 感谢观看